你 瞧你 一直心不在焉呢 來 這才對嘛 多喝魚湯 早點給我生一個 健康的小小招 都喝了幾百瓦呢 能不能不喝了 不行 太醫說了 要多喝魚湯 生的寶寶才聰明啊 那要還是懷不上的 這怎麼能懷不上呢 你要敢懷不上 老子 老子就天天給你熬魚湯 直到你懷上為止 對嘛 這才怪 這懷個孩子真麻煩 那要不然呢 難道我還能替你生啊 你要能幫我生孩子 我什麼都願意幹 我呸 你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 你到底還是不是個女人啊 不是女人就好了 相公 我們再玩一次 怎麼樣 是杏花樓還是最紅樓啊 話說 我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好好郎君了 也不玩那些了 還是別去了吧 難道 這 這大白天呢 你想 那個啊 反正我 我是可以 你個臭牛臉 我說的是 去貝州城 玩一次打兵匪 我和你 還有咱們府上的丫鬟小私 你開什麼玩笑 就我們府上那些丫鬟小私啊 還打兵匪呢 你不是跟我說 咱們府上的丫鬟小私 出去打群架都是一把好手嗎 這正好有機會 讓他們出去練練拳腳啊 你沒發熱吧 那戰場上的 可都是殺人如麻的冰大爺 冰大爺怎麼了 就知道領鳳鹿吃荒糧 有一個是認真幹活的嗎 據我所知 好多兵大爺 連弓箭都不會用 還不如咱們家的丫鬟小私呢 看樣子 你有把握 一定能贏 有我在 肯定能贏 你還記得嗎 我們成親後 有一次 你逼我跟你回門 你的拳套 重重地打在了那個石柱子上 至今那上面 還留著你的拳印呢 從那以後我就相信 你的本事 都不是吹出來的 少廢話 你就跟我說你去而不去 我還真沒有看過 我媳婦上戰場打仗 是什麼樣子呢 你以為外界的傳言 都是傳說呀 想看我殺叛君 就跟我貝州城走一趟 是 到時候 媳婦殺人 我端著香茶 在一旁觀戰 這畫面 一定很期待 快向皇上請站去 你先把魚湯喝了 誒 這才對